交流道的這個重金屬提高的污染案 你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總共污染了12年 12年 推了30萬公噸 你知道這個我們台灣 它因為它是一個外銷出口的 它的產業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但是我們的國際公約裡面 有毒的事業廢棄物是不能外運的 你有聽過那個拱污泥的事件嗎 它繞了世界一圈之後 還是回到台塑的工廠裡面 所以同樣的你別以為 我們好像在創造經濟旗幟 在屠殺我們的子孫 因為呢 我們現在目前依照我們的產業 環保署坦承 他就跟我講 因為開會的時候 我們全台灣一年 產生2000萬公噸的有毒廢棄物 2000萬公噸 這些去哪裡 它不能外運 它就到處流竄 這是其中一個 所以一個一公噸的有毒廢棄物 它的處理費用要10萬塊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要10萬塊 所以它30萬公噸 困在這邊 它的暴力是30億 30億喔 它只要丟一台卡車 就是載過來 就是用百萬再算的 然後填了 這個總共12年 總共8成樓高 明天會看到這個 明天會看到這個 所以當然很毒啦 很毒 所以呢 檢察官要去採樣 它到底裡面含什麼有毒廢棄物 他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在磚石油的那個地質磚探 所以當時呢 檢察官在蒐集證據的時候 是用地質磚探的這個 採那個鹽心喔 然後拉出來的時候 還會冒煙 煙還不是白色 還是還有多種顏色的 然後拉出來的時候 每一個人就看起來 那個檢察官給我看的照片喔 都還要穿那個太空衣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都很毒 然後整個拉出來 然後去分析 每一層每一層 到底含了什麼樣的 有毒廢棄物 當然這旁邊就是農業區啦 那要能夠做這麼大的本事 12年呢 能夠違法到這樣子 當然它的公司的 牌點是縣長提的啦 然後呢 旁邊還有一個 司閣會警稱督察中心服務處 那 做這個壞事 絕對會良心不安 所以旁邊有一個火塔 所以一邊做壞事一邊那個念佛 然後當然這個 農作物會不會污染會 所以呢 我們就去開了記者會 開了記者會 要求環保署跟農糧署 要趕快去調查 到底污染的多少 因為檢察官已經確定 檢察官的起訴書 他已經確定 旁邊的地瓜田已經污染 地瓜裡面有重金屬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因為那只是隨機採樣而已 我們希望政府趕快去調查 到底土壤污染的範圍有多大 然後呢 農作物的污染範圍有多大 如果污染的話要銷毀 然後開完記者會之後 我們一個月之後 就發函給環保署跟農糧署 然後環保署就回函 我們就說你應該要資訊公開 你的檢查的結果要公開 然後環保署就回函了 回函說證實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30萬公頓的有毒廢 所以旁邊的地瓜田是受到污染的 請問那個地瓜田土壤裡面有重金屬污染 地瓜可不可以吃 不可以 然後農糧署也回函說 抱歉 農作物的檢測報告是機密啦 不可以提供啦 各位你現在吃的東西有沒有毒 國家是把它列為國家機密喔 你別以為不可適應 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做楚門的事件 我跟各位講 現在我們是生活在楚門的事件 我們還以為我們很快樂 然後呢 明天會去看到這個污染案件 然後我們就要求他馬上做緊急處理 因為呢會有東北季風會有吹沙 然後還有呢 暴雨就是颱風來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衝到下面去 衝到下面去 剛好是沙路地區的自來水的取水站 一個井水 然後沙路地區的人就是喝了這個地下水 喝了12年 然後他們馬上就去做了緊急處理 我們的錢就這樣花 沒想到蓋這個帆布花了100萬 反正你們講說要緊急處理嘛 所以他們就花了100萬去蓋帆布 這帆布要花100萬 所以明天你們會看到這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農田的重金屬污染案 我就不過帶大家過去看 因為這太多了 今天也講很多了 那生態破壞的部分就是華南路的部分 那跟新聞稿一樣講得很清楚 講得很清楚 那就是這樣子我今天也講過了 我們把明天要去的地方用Google Earth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會文高中在這邊 明天我們會從向上路這邊上去 然後會到監禮站 這裡 到監禮站這邊 這邊就是 這邊路口這邊會有華南路的路口 它非常的大 我們可以看到它路口有多大 就是今天講的 這個是環坪六公尺 你看起來像六公尺嗎 好 那我們再過去呢 我們就會順著這個環保公園步道 就是你們折頁上面寫的 然後下去就到了大度國小 所以這一段 這一段是步行的 這一段是步行的 然後到了大度國小 我們大概是12點鐘 然後用晚餐一點出發 然後一點出發呢 我們就順著 這個 從這邊順著台義線 一直走 過來這裡 這個是西濱快速道路 你看喔 我今天不是講那個Google Earth嗎 結果他們在填了有毒廢棄物的時候 居然在街景圖還看得到 你回去看那個文章 百口莫辯 他們還說那個都是焚化爐底紗 絕對沒有混雜 其他的東西是合法的 結果裡面還混了一些有毒的東西 就填在這個農田裡面 然後明天會看這一塊 所以明天看完這一塊之後呢 我們就順著 順著西濱快速道路 我們要上去龍井交流道 我們要上去龍井交流道 為什麼要上龍井交流道 不直接從西濱快速道路 因為從龍井交流道 往沙路交流道 你才可以看到那個 八層樓高的那個地方 我們就順著龍井交流道 要往 這個很重要 往沙路交流道這邊下車 所以你一上龍井交流道的時候 眼睛不能閉下來 因為你會錯過很精彩的畫面 因為只有在交流道上面才可以看 看得到 明天你在下交流道之前 下交流道之前呢 可以看到這一塊 有沒有看到 這一塊 這一塊 然後我們看到這 就是下交流道的時候 所以你在一上高速公路的時候 就準備相機要準備好了 然後下交流道之後呢 下交流道之後 我們就繞過來 繞過來這邊 沿著 沿著中山路 中山路 中山路過來這邊 過來這邊 然後我們用步行的方式 過來到這裡 然後步行方式之後 然後過來之後再回到這邊上游覽車 上完游覽車之後呢 我們就順著中山路 上到今天我講的 都會公園 就從這邊繞過來 到都會公園這裡 都會公園 停路了 這裡這裡這裡 我們繞過來到都會公園 然後我們在都會公園的北側停車場 進來之後呢 會順著這停車場 然後看赤森林 然後沿著我們的步道呢 往這個溪谷的地方 然後下去呢 然後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是殘存的這個大陸山的森林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被破壞的跟殘存的這個森林 它現在的目前的狀況 然後最後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 洪光科大的 前面這個地方 就洪光科大在這裡 然後我們在這邊附近 正因路 然後我們在這邊上游覽車 然後上完游覽車之後 就原則上五點半在這邊 介紹在音箱 現在介紹 好 那你們看到 這裡面在第八個 就是音箱 在文章裡面有寫 那這個老師 早上有講到說 音箱就是在過去的時候 把它充當做土肉粿的苗木 它的價差有十倍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看圖片 因為它價差十倍嘛 那我們看到的小花曼澤蘭 或者是一些外來的 入侵的植物 那其中的這個音箱 它可以進入到原始森林裡面 破壞這250萬年的 自然的演化的基因庫 小花曼澤蘭 只會在這個原始森林旁邊 去做騷擾而已 它沒有辦法進入到原始森林裡面 因為畢竟每一個都是修煉的 一兩百萬年 地頭蛇很難 還是有一些功力的 但是這個音箱 它是從中國 引進過來的 就是苗木山跟這些 這個不法的官員 他們就是做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以至於說 整個我們現在大陸山呢 看到很多的音箱 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進入到 我們的赤森林 甚至於我們的原始森林裡面去 然後呢 這個已經是 林務局坦承的錯誤了 五年前 他就說五年前 他們就不再進行音箱的育苗跟種植了 他們說五年前他們就知道錯誤了 但是呢 這個在破壞整個國家的 或者是整個台灣的生態 它是會毀滅整個台灣自然的生態的 它會因為這十年種音箱 台灣低海拔的自然生態 會被摧毀掉 但是十年到現在 他們也坦承錯誤 沒有任何一個官員做到調查 沒有 然後他們也跟社會大眾說 他們種錯了 但是他們沒有善後 他們引進來 然後沒有善後 那沒有善後的情況下呢 他們在今年 今年居然還發音箱苗木 騙民眾說這是土肉粿 這個多可惡你知道 明明已經在記者會告訴他 這個是危害到國家安全的一個 外來種的入侵 現在處理可能還有救 但是沒想到他們為了要出清 他們的這些過去錯誤的東西 居然地方政府的苗木場 還在今年的植樹節的時候 送給民眾 然後還騙民眾說這是土肉粿 他們每一個都是高普考進去的 怎麼可能 我們去問那個田尾的苗木商 那個農夫都分得出來 陰箱跟土肉粿 為什麼 為什麼農夫都分得出來 價差十倍 他分不出來 他就賠錢了 所以連那個種 苗木的農夫他都分得出來 我們的公務員不可能分不出來 然後呢 我就去看到 明天我們下去環保公園步道旁邊就會種陰箱 我就趕快去看這是誰種的 然後是登山的這個環保公園步道裡面 就是有一個大杜山登山隊 他們種的 然後我就趕快聯絡登山隊的隊長說 請問這是你們什麼時候種的 他說植樹節的時候種的 請問你苗木從哪裡來的 然後那個隊長怎麼跟我講 蔡民主長我告訴你 我是上個禮拜的時候 跟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的農業局申請的 他告訴我說 你要趕快申請 不然的話會申請不到 那個他人家還很好心說 你要趕快申請 因為植樹節的申請的時間 到什麼時候 你可能會申請不到 叫我說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趕快去申請 所以我們的政府是這樣做的 然後我又到了 剛好四月份的時候 又去台中一中演講 結果台中一中 在植樹節也種了很多的小苗 結果台中一中也是種蔭香 然後我就去問 台中一中他們說 他們總部署說 他們跟嘉義憲政府申請的 這是嘉義憲政府送的 那一顆音箱呢 我們那時候去採集這些果實 一顆呢 一顆音箱十二年 高六公尺 採集率大概70% 因為有可能被鳥吃的 有可能我們沒有採集完成 大概推估 一顆六公尺的音箱 它一年可以結食四萬四千顆 然後透過鳥的傳播 像我們在做的調查裡面 它已經進入到旁邊的赤森林 跟原始森林裡面去 那整個台灣低海拔的自然生態 會被摧毀掉 所以我在這邊寫的很嚴肅 你不要小看以為 我們自然生態是一些 只是關心這個鳥 關心植物的 我告訴各位 這個自然生態是 整個關係到國家安全 它會摧毀整個國家安全 那這個是很重大的事情 但是現在目前還沒有一個 政府他願意來負這個責任 甚至於說 你知道記者 如果你有注意到 上個禮拜的報紙 有一個音箱的專題報紙 報導在中部地區版的 你知道那個記者 他要去追這個新聞 要做一個專題報導 他要去問那個政府的高層 你知道政府的高層 怎麼跟記者講嗎 他說 那個音箱 會被炒成這樣 都是你們一直叫它 叫做音箱 你們記者 或者是其他人 只要一直講它是土肉粿 它就是土肉粿了 這是我們政府的高層講的 他說你會覺得他很討厭 是因為你們一直講 它是音箱 從現在開始 你只要講它是土肉粿 一直講 一直講 它就是土肉粿了 我們去監察院檢舉他嗎 我已經檢舉過了 你以為 今天老師有講 就是試看誰辦 法看誰辦 你以為華南路沒有檢舉過嗎 你以為音箱沒有檢舉過嗎 你知道他們檢舉 他們怎麼處理的嗎 華南路那個違法 那麼明顯的 我監察院我就丟了 然後監察院 他發了一個喊到台中市政府 請問你們有沒有違法事項 請問 他副本給我們 我看到那個公文嚇一跳 然後呢 台中市政府 又回函給監察院說 我們一切依法行政 然後監察院收到台中市政府的回函之後 又回函給台灣生態學會 你查無不法事項結案 他的調查 只用了兩分鐘完就調查完了 你以為他會 對你會怎麼樣 所以為什麼要辦三年書院 就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有一個自己 獨體的一個學校 能夠來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其實是被操控的 各位不要以為 你現在是生活在楚門的世界 你還以為我們過得 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其實 你現在的每一個動 每一個行為 或者是你的每一個價值的改變 都會拯救整個國家跟社會 你不要不相信 好 我們再回過這邊 有沒有資源要當任A車車長的 可以幫忙